那哪是小事啊 就打前两天来说吧 嗯 我跟他各家做设计你吗 嗯 做化设计图 嗯 我先放手个吧 舒缓点的呗 我先让他给我放个 那个忘情水 嗯 我是吧 卡卡都好吧 上来给我整个嗨去 踢楼吐楼的 就差我上地下去蹦他去了 嗯 我让他我们给我换了吧 我就堵了了几句 这下就不乐意的 嗯 吵着我花一口痛就就吐我俩了 这多不礼貌啊 这事 这小女孩有时候打不过对方 呸 然后就跑了 你这么大姑娘还要干这种事啊 没他锁那么严 那那你怎么锁起来的 他吐我眼睛里来 我也不知道他是瞄着我吐点 还是什么 这还不算完呢 还没完呢 还没完 干起来都 乐呵的就跑了 他跑了 他跑了 跑了之后吧 我不以为跟你闹吗 然后这只是个开头 我给手机就抢过来了 抢过来我说你得到现 对 这一下就给他弄鸡眼了 嗯 照着我 就什么无垠脚 都给我打了 打上了 还还给我个嘴巴的 哎呦 咱们那点东北的爷们 你让人打脸 东北的 打脸是吧 嗯 玩是吧 我是挺不乐意的 我就把着他就腿了他那么一下 也是无意的 嗯 玩是吧 那哪是腿呀 用力过猛 本能反应 嗯 玩是吧 就是给他碰桌上了 这一下他就哭了 脑子硌脚上了 卖腿磕着了 腿啊 疼吗 疼 哎呦 都哭了 然后他那个哭劲就开始上来 嗯 我说咋道歉 包子 然后他就跑到房间里去了 嗯 跑回去了 第二天能下班人家 东西收拾好了 就要走 说咋不好死 你不道歉 他就会痒 嗯 我说也没道歉 那我爸出去那么长时间 你也没说给我打个电话 也没说来找我了 因为我当时的那不是生气吗 然后我给他打个电话 他给我说一句 啊那一想分你就分了吧 那哪吵 不是这一件事 我是实在是受不了了吗 好多哈 好多 嗯 就我俩出去玩去 就跟同事听好了 出去玩 嗯 就是玩上过山车吧 本来吧 我就害怕 就恐高 恐高 我坐电梯都迷雾 哈哈 不是吧 他就蹦搞的就飞点要去 那大伙都去了 啊那你你怎么着 你就不陪我去啊 你让我自个儿像爷们似的 跟他去玩着 嗯 那本来是吗 人家一对一对的 然后呢你不陪我 那我自己去玩 一个大老娘们都敢玩 你怎么差哪呀 都没进刷 强扭一罐不甜 你不知道啊 哈哈哈 那我也不能 我扎个打这个 去跟你玩去 你给我瞎好点打扔 后来去了没 没 没玩成 没玩成 当大伙面的时候啊 哎呀你是老爷们吗 那一点老爷们样是没有呢 嗯 我把了他 我被说了 多少给我留点面 嗯 还什么 老娘才不管那些 哎呦 还不知道他咋成我老娘呢 哈哈 然后吧 我这好说赖索呀 也当大伙面 就给道歉呢 就知道吗 还你来道歉 我道歉 哎呀 真的就是 这这种事情啊 天天发生 天天发生 还有这么多事啊 就那回 跟那个朋友订好了 我得请一吃饭去 他在变成 就跟他玩着电话 那天我还死 我不玩电话 玩啥呀 哎你说 我那哥们啊 就出于礼貌呗 嗯 跟他说下去 你现在干什么呢 怎么样工作呀 哎 咋还不知道他是 真听不着啊 还跟他装听不着 没累人家 根本不打过眼睛 哪是不打过眼睛 我能玩游戏 玩劲劲 肯定是在说谎嘛 但是明明听到人家说话 今天就是不搭理人家 我就对我来一下 我意思是 你严格说话呢 嗯 你得回应一下 然后这一下好 劲又来了 我都猛了 啥来听过 你给我好吵 我都不知道 我吵啥 那我跟他玩游戏呢 你们跟他那地方 唠你们的客 喝你们的酒 你非得碰我干啥呀 嗯 又打我面 好了给我吵吵 哎呦 我还不敢说啥 还有其他朋友在呢 啊对呀 又是一大堆人 哎呀 我玩那游戏 那游戏 那游戏 杀人的 嗯 然后呢 他招数的我一下 我让人杀了 哈哈哈哈 我还没行 除了他他他那玩就能输 紧接着嘛 嗯 因为是周末嘛 两天爱什么 玩是吧 我说你陪我出去玩呗啊 哎 也是好不容易戏啊 嗯 哎不去 那我告诉你早点回来 头一天就早上挺不开心的 也没陪我玩好 那你第二天有时间了 你不陪我玩 你又跟他们出去吃饭喝酒 你来谁 之前我不叫你了吗 你这个 那是现在是搞对象 你天天就往外边走 结婚了的话 不一定怎么回事 你不得天天想赶火车 背体结婚了 人家啥他也不干 你敢搭在他面说 你不想跟他结婚 你这么劳努人 那他不能打我 这什么他也不干呢 那平常我做好饭了 他说你应该桌上一坐 小腿一翘 就跟他一坐 嗯 我得饭断上去 筷子得放的 我一定想吃种祖笼子的 嗯 而是我 我就差喂他了 我不做他就吃外卖 哎呦 那你不做我不会 我不叫外卖 我吃啥呀 哎 你自己为什么不学着点 我让他学了 结果 结果呢 人家个好 你怎么那么多事 那搞我果坏了 嗯 我一去看 哎呦我好嘞 那哪是哪是坏了 上面全都是一个个小眼的 地楼圆的 弄得像道理似的 怎么弄上去的呀 人家拿电钻给我转的眼 哈哈哈哈哈哈 我转的全都是眼 多带劲呢 我叫你做饭 我叫你做饭 这什么心态啊 这是 主要是你说他也不错了 然后我还不会做饭 嗯 我一上席就刚好弄了 我让他学一下呗啊 嗯 我要啥点有个大点小那的 我要有病了 你说你还能不给我做饭呢 嗯 人家倒好 我给你要外卖呗 要点有营养的 这话给我说 就心可凉了 嗯 因为毕竟连做顿饭 他都不给我做啊 不是不做的我不会吗 姑娘你今年年纪多大 方便问一下吗 24 打小爸爸妈妈 他们有没有教教你 就说一个女孩子 多多少少应该会一些家务 做一些家务 我也没什么都不干 你干什么了吗 没事扫地 也就会扫地的 啊 除了扫地都是我的 有一点我特别不明白 我们追求一个人 是为了爱他对吧 但我怎么感觉你追求一个人 是为了坑他呢 后来我想清楚了 为什么会这样 王尔德说 这个世上的悲剧有两种 一种是没得到 一种是得到了 而得到了又分为两种 第一种 千辛万苦得到了 不过如此 第二种 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了 所以不珍惜 你以为你是第一种 千辛万苦追到了 不过如此 但我想问你的是 你不管之前怎么追他 对他好 还是为了他而远走他乡 回到老家去 没有谁逼着你吧 没有谁拿刀架在你脖子上 说你一定要跟他回去吧 是你心甘情愿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应该把这笔账 算到他身上 但我认为为什么你是第二种 是太轻而易举的得到 因为你的所谓 对他好 高空上求爱也好 送他马个笔也好 表面上历尽艰难付出许多 其实并没有付出许多 钱是家里的钱 住宿家里承担的 所以对于你来说 那样的一种付出 不是一种慷慨 是一种挥霍 就是你自己都不太珍惜你的付出 那你怎么可能会珍惜 你获得了之后的他呢 所以我认为你们只完成了爱情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搞定 追求嘛 我们按照来说爱情是先追 先搞定 搞定了之后 彼此了解 互相相爱 彼此心疼 然后产生感情 你只完成了搞定那个环节 之后 你就再也无动于衷 就开始享受 而他呢 我认为他更多的一种情况 是一种感恩 出一个生活不知愁自慰的一个女生 用某一些激烈的方式 搞定一个老实朴素的一个男生 一个木讷的男生 他突然之间感觉到 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一个女生会这样狂热地追求自己 他被搞定 他被接受了 于是乎在生活当中 他履行起一些关心你的责任 有个女人这样对自己 那我赶快就服软咯 但服软没有用 这不是爱情 这是感动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对你 所以我的意见是你们分了吧 如果分了之后 彼此还互相思念 那么彼此还可以 重新慢慢酝酿所谓的爱情 爱情从来没有来过 所以也就不在乎 所谓的分分合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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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